他的这个演技的高超 以及他对角色本身的拿捏 也是让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么有关于周海梅的相关消息 今天小杨会继续为大家追踪 要为大家继续聊到了 是今天早上另外一条突发消息 如果你有关注到华尔街网报 可能已经提前得知了 在今天早上国会两党 中国委员会发布了一份 五十几页的报告 其中是提出了150多项 重置美国与中国经济关系 的建议 其中首当其冲 第一条就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要求取消在二十多年前 所确定的中国永久贸易关系地位 那么中国作为与美国 有永久贸易关系地位的国家 在一系列关税上享有优惠 但是美国国会认为 中国自从享有了和美国的贸易关系之后 并没有履行当时入世贸 所必须要履行的一系列条件 比如说进行经济改革 比如改善国内的法治以及自由化条件 更好的融入国际市场等等 因此现在是正式提出了要取消与中国这样的关系 那么从表面上来看 取消与中国的永久贸易关系地位 如果果真实现的话 这将给美国国会一系列权力 对于中国出口的各类商品提高关税 国会两党的议案报告也特别提出 有关于芯片法令 我们不仅仅要限制中国获得先进技术 在一些旧芯片领域还要对中国征收高昂的关税 言外之意 新的芯片高新技术不让你有 旧的技术你虽然可以有 但是也要让你付出更高昂的成本 但是我们也同时注意到 今天来自纽约时报还有另外一篇文章 提出了这个问题的相反一面与中国切断贸易关系 到底能不能切断呢 纽约时报的调查就发现 尽管美国对于中国则开打贸易战以来 在相当多的领域都是让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供应链变得更加的松散 比如原来在越南在泰国组装 原来在中国组装的一些供应链 现在是一到了泰国和越南 但是这却产生了一个悖论 就是在某一些方面反而更加强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为什么在一些方面把组装的产业链移到越南和泰国 反而在另外一些方面 却让中国对于美国变得更加不可或缺呢 就是现在中国在整个国际市场中啊 已经不是最后环节的组装商了 而是关键环节的制造商 而美国通过对于中国的最终产品征收关税 加速了中国向产业链上游上端滑动的这个过程 那我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啊 今天一方面是看到美国的国会要求 与中国进行进一步的经济关系的切断 而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有分析 与中国切断关系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这个背后到底折射出中国和美国经济 以及政治关系怎样的现实呢 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消息啊 好久没有看到比较有刺激性的消息出来了 如果按照美国国会议员们的这种要求 把中国更进一步大趴下 也服务了一些网友啊 这些你对中共对中国对习近平的一种运行的一种情绪 就是美国国会终于打出了猛烈的一击 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已经是个全球可散的过程 当这个美国打击中国的时候呢 中国很有可能的出路 就是叫中国加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八加九加十加十一加十二加十三 一直可以加下去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略微了解一下这个生产链和供应链 就发现中国对全球的供应链的掌握的程度之强 还不仅只是它的制造的过程 而是在能源管理行销资金人力 就是说你要形成一个产业链的完整的一个过程 中国基本上都有掌握能力 而且就规模能力而言 不是一个其他的发展国家能够取代的 那就不是了一种情况 让中国的企业出海 其实出海在奥巴马时候就开始了 到了东南亚 最近几年就加快到了南美 我觉得中国这个美国很紧很紧的打一下这个中国也有好处 让中国的企业全球开花 就变成了一个全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房 这样的话对很多的发展国家的经济 甚至他们的制造能力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因为中国不能只是说我们自己把人搭过去资金搭过去 我们所有的管理都搭过去不一定是这样 会在当地拼借很多员工 当地也会培养很多的管理人才 所以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更了不起的一个时代正在来临 好正如刚才和民先生所说啊 整个的供应链变得更复杂 这个时代和过去这个时代已经远远不一样了 如果您之前有关注到思想先驱报的话 可能这个结论您一点都不惊讶 因为在之前几期的思想先驱报中 我们就特别介绍了 随着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 中国企业大大手笔的投资东南亚和投资墨西哥 以及拉美的其他国家的一些具体的案例 而华尔街日报的这一篇报道可以说是正式了我们之前 在思想先驱报中已经为大家介绍的一些情况 比如其中就特别提到 有一家中国的叫做这个热水瓶的生产商 那么由于面对川普时期的关税 直接就把整个的工厂搬到了泰国 因此呢 现在在美国的入口名录上写的是从泰国进口的热水瓶 实际上背后是一家中国企业 再比如另外一家叫做KUKA 这样的一家中国家具的生产商 本来呢是杭州的一家公司 结果过去一年是把工厂搬到了越南的平幅 他们主要是为海外的一些酒吧呀 来供应椅子呀桌子呀 这样的一些商务用的家具 那么公司方面也表示 我们之所以是把整个工厂都搬到越南来 就是为了抵消关税对于我们的冲击 所以反过来看 虽然美国是从越南进口的家具 但是其实背后是来自中国杭州的一家公司 这呢当然是一种转移的方式 表面上是转移到了中国以外 实际上整个供应链只是变得更加复杂 中间多了一个外运的环节 还有一种转移供应链的方式是什么呢 的确最后环节的组装 还有向海外的运输 是由越南东南亚其他国家以及墨西哥来完成的 而中国的生产商更集中的来生产的一些关键制造部件 就是现在其他这些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等国是没有能力制造的 一方面是让这一些中国本来生产成本已经更高的环节 让这一些廉价的工作流向了墨西哥流向了越南和其他的国家 另外一方面也帮助中国在整个供应链价值链上迅速的向上游进行了 提升即使不是直接把供应链和生产链搬到这一些国家 现在呀中国的企业也大大增加了在东南亚和墨西哥的投资 特别是在墨西哥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已经占领了墨西哥的半壁江山和市场 这呢是之前我们在思想先驱报中已经为大家介绍的这样的相关的事宜 因此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 当美国越来越加紧要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进行切割的时候 中国的反应可能导致整个供应链更加的复杂 让美国切割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变得更加的不容易 有关于与中国脱钩到底有多难 实际上学界也早有研究 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为大家介绍到来自哈佛商学院的教授的报告 就介绍 当美国开始与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 的确从中国进口的相应比例有所降低了 从越南和墨西哥进口的相应比例是逐步的提升 但是有一个问题 由于越南和墨西哥的生产能力比中国差的比较远 因此从越南和墨西哥所承担的这一部分生产 成本更高效率更低 最后真正买单的反而是美国的消费者 他们必须承受更高的商品价格 也有来自另外经济学家的报告发现 现在中国是美国二百七十多类关键商品的唯一原材料地 而美国只是中国二十几类关键产品的原材料地 在整个关键制程这个工艺上 中国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 因此今天我们这个环节起名字 叫美国企业和中国啊 叫离婚不分床 表面上可以说啊 我们今天脱钩 明天结束你的最优贸易关系 但实际上多少年所形成的这种紧密的经济联系 特别是中国对于关键制造环节的控制很难说